林鄭岳競選,選到之後不肯去問教育界 她說持份者,終於有了這個計劃 其實上次梁振英來,剛剛她選到,她也是派錢的 她就是派蔣新津 不過我們覺得她派得不好,派得不夠,都是一樣反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看清楚 其實上次都很多人反對 民建聯說要提高到50萬 自由黨要提高到30萬的資產上限 不過她們說了,不阻礙她 所以這次,如果你做得不好,我一樣會阻礙 因為是太闖絕的事情,我們作為議會是要看的 第一個就是,專上教育那裏,你那裏用得最多錢 那裏有11億 其實這個說法是甚麼呢?就是,那些學生交少3萬元的學費 那這些3萬元的學費,為何他們 你要補助她,因為本身是有資格讀大學資助委員會辦的大專教育 所以其實你是欠了別人很多年了 那現在你還給他3萬元 這3萬元,我不會反對你給他 但是問題就是,你沒有增加到學額多了 是不是? 就是說,學額是相同的 不過現在去讀那些,你原本應該被讀更好的學校 他現在讀了差的學校,你給他3萬元的教育費 那這個也給了11億 我再問你,你是不會增加學額的 增加不到學額的 是不是? 請問局長會 主題,如果梁議員是指大學資助委員會 資助的大學學士學位 是,我們短期內不會增加 那現在就算給他3萬元,除非那些自資學校 建立心起,開多些班來融立的學生 他知道有購買力 那如果你在相同的資資和學校的設備 再加一些班來融立一些更大的購買力 其實就是唐水滾唐雨 這是第一個 我第一個看到這個問題 第二個,其實你現在派錢 上次派就不會引起利益的 現在你會增加3200個常學教師 87個專職醫療人員 1,000個資訊科技的新職位 235個公務員 當然這一班持份者當然是擁護你 是不是? 你是用了所謂利益的誘因 比如你好像教師工會 一定贊成的 這個是和上次派錢不同 好了 我總的看法 我總的看法 我要看清楚你們的文件 我不是一定支持你們 你問那些人 那些人根本有利益 教師工會當然要開得多越好 我也認為他們是合理的 沒理由做事 連長工都沒得做 但是錢是否用得其所 是否足夠呢 我覺得我一定會詳細看 好,你的意見 局長聽到了